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岳飞呢 文桃武略 治军有方 他率领的岳家军可谓是所向披靡 名震天下 以至于惊人感叹 汉山翼 汉岳家军男 那问题就是 岳家军这么厉害 为什么岳飞抗金几十年 却始终没能指导黄龙呢 的确 在历史上 宋金之间呢 很长时间处在一种对抗的平衡的状态 谁也没办法搞定谁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了 有政治原因 有经济原因 另外在军事上 金人的武器装备也确有独到之处 我们回到当年 那是公元1134年的二月 在川陕边界的咽喉要塞 仙人关 宋军名将吴介 正率领着三万将士严阵一带 因为北方不远处已经是风烟滚滚了 一支强大的金兵正向着他们杀奔而来 一旦仙人关被攻破 复饶的巴蜀之地 必将落入金军之手 那么 吴介即将迎战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金军呢 话说当年 金军很快就来到了关下 吴介一看 备有的一阵心惊挡寒 首先 金兵之多出乎了他的意料 漫山遍野全市啊 据史料 这次攻打仙人关 金国名将完颜勿竹 带来了十万精锐 其次 那就是金兵打头阵的 竟然是一支从头到脚 从人到马 全用铁甲裹得严严实实的重装骑兵 这是金军精锐当中的精锐 人称铁浮屠 铁浮屠 有些人听过在书越全传里边就有啊 是不是 所谓浮屠啊 在泛语里边就是塔的意思 不是有句话叫什么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 就是你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比你建七层宝塔的功德还要大 就这意思 那么这种骑兵啊 全身呢 都披着重甲 只留两个眼睛 马也一样 穿着重甲 只留眼睛和四个蹄子 远远看过去 就像是一座铁塔 所以称之为铁浮屠 因为铁浮屠的防御能力特别强 可以说是古代坦克级别的 一般士兵根本就对付不了 所以在打攻坚战的时候 金军啊 往往会派出铁浮屠 那么铁浮屠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他们使用的是什么甲 为什么防御力那么强呢 您来看这个 这是宁夏博物馆收藏的 从西夏陵园出土的大量的甲片 这些甲片呢 外表留金 厚薄均匀 孔眼标准 制作是相当的精良 关家认为 这应该是宋朝时期北方骑兵最好的铠甲了 而这种铠甲和以往的铠甲呀 大不相同 那哪不相同呢 锻造工艺 从战国到隋唐的时代 铁甲一直是通过加热锻造的方法来加工的 但是在宋朝时期啊 宋金时期吧 西夏的工匠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工艺 冷断 这种通过冷断打造的铠甲也就被称为冷断甲 来解释一下 冷断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冷压 金属不经加热 直接在常温之下加工 在冷压的过程当中呢 金属材料会出现硬化 其表面的硬度会比之前大幅提升 这位是著名的古代甲咒复原师江峰 他认为当年金国的铁浮屠所装备的铠甲 应该就是这种冷断甲 冷断甲出现之后呢 很快就成了当时重骑兵的标配 那么这种冷断甲的防护力究竟有多强呢 为什么只要对阵铁浮屠宋军往往就文之色变呢 这套铠甲是江峰仿照宁夏出土的铠甲 按照当时的冷断工艺打造的复原品 应该说基本上还原了当年的制作水平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测试来看一看 当年的这种甲在防御力上刀无敌有多强的威力 咱们测试呢 当年宋朝的军事策略主要是防御型的战略吧 采取的是以步制齐来对抗北方骑兵的战术 那所以咱们的测试呢 得用宋朝步兵的武器 而根据《武经总要》一书的记载 当时宋朝步兵的主要武器是刀 不过根据实战的需要 宋军的刀呢 无论是设计还是制造工艺 都做了很大的改进 宋代刀剑呢 从工艺来说呢 当时流行这个夹缸 所以那个时候弯刀就比较多了 那么从形质来说呢 由于对手穿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冷断甲 那么宋代的刀剑的形质呢 就变得又短又宽又重 你来看 这种刀是驻剑师周正虎 根据史料复原的宋军步兵刀 名叫手刀 这种刀刀柄粗短 刀头宽阔 背后韧薄 据史料 宋代手刀最大的优点就是 可砍 可刺 能破后甲 是士兵近战格斗和工程作战的首选武器 那么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杀伤力呢 咱们先来试刀 创业是相当整齐 平直 整齐 创意 也是平 安安 平房 这说明这个 这个刀是太疯了 好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测试了 一边是传说中的防护神器冷断甲 一边是宋军常用的利刃 手刀 在这场攻防对决当中 谁将最后胜出呢 没有 除了这些猪肉这些组织上没有砍痕 没有损伤 所以这刀根本就没砍进去 对 没砍进去 但是那个刀啊确实很锋利 已经把这个甲片有很明显的这种刀砍的损伤了 这种绳子全是被刀砍断了 所以这个砍断了以后这个甲片就掉下来了 但实际上你看如果在战场上啊 这一下下来 这两个空隙啊 如果说下一次再命中的话才有戏 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我们还是有点意外 没想到锐不可当的手刀不仅没有破甲 甚至对甲的损伤都并不大 看来当年宋军要对付铁浮屠 用刀肯定是不行了 当然了 宋军也不可能坐以待毙 那么他们还会用什么武器来对付铁浮屠呢 弩是宋军常备的远程武器 那冷断甲能够抵抗强弩的攻击吗 面对防御力超强的重装骑兵 岳飞和吴阶又找到了怎样的对抗办法呢 经典团席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宋军步兵常用的手刀在对付冷断甲的方面 已经完败了 败下阵来 那么宋军还会用什么武器来对付铁浮屠呢 依照军事对抗的案例 弓弩历来是对付重装骑兵的一种常用的手段 而且效果不错 而根据史料 当年的宋军每一个步兵军团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远程攻击部队 他们的武器就是绝张弩 绝张弩又叫踏张弩 要用脚的踩踏机关的方式才能够把弩先拉开 这种弩最大的特点就是力道猛射出去的剑簇 穿透力强 您来看 现在准备测试的这种就是绝张弩 为了达到最佳测试的效果 咱们请这位弓箭运动的爱好者唐明达 来测试这个绝张弩 首先咱们先用这种弩来对锁子甲 就是欧洲骑士或者东方武士常用的普通盔甲 看看效果会怎么样 很明显锁子甲被轻易穿透 那么标靶的损伤情况又怎么样呢 到8公分了 到8厘厘 要是胸部肯定是透了 透了 要是8公分的胸臂 那这肌肉就多发达了 对生命没有什么保障 保障了 好 由此可见 绝张弩的确是名不虚传 杀伤力很大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挑战冷断甲了 我们知道啊 铁浮屠的冷断甲防御力可是 比锁子甲 强上好几份 强很多 那么绝张弩还能够再显神威吗 来看测试 张老师这键法真是不错 第一键他打穿的这个箱子 但是呢 他这个压叠这一下呢 就挡住了这个箱头 所以你看他的穿身有这么深 但是就没打到肉 画面你看 正好是打在眼上 这个就是一公分左右 就等于刚刚扎透一点 证明咱们这个冷断甲的防护力还真是很强 必须说这个结果让我们有点吃惊了 穿透锁子甲可以达到八公分 可是对冷断甲竟然只扎进去一丁点 根本就没能突破 这个冷断甲的防御力也太过神奇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测试结果的话 那当年批着冷断甲的铁浮屠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吗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金国后来怎么又被蒙古人灭掉了呢 咱们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仙人观 十万金兵杀气腾腾地围在了仙人观下 无界当然是很清楚 多年来金兵凭借骑兵重甲 把弓箭和意志在战场上是占尽了优势 但是这一次他准备给金兵迎头痛击 他拿什么来痛击敌军呢 他有秘密武器 那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估计有人要说了 这不还是弩吗 弩对铁浮屠 刚刚已经测试过了 对那层冷断甲不管用啊 没错 这个东西确实还是弩 但是它可不是普通的绝掌弩 而是一张全面改进了的弩 名字也改了 叫做神毕宫 据史料记载 这种弩在当时 是宋军对付金军骑兵的第一力气 它将单兵弩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史料记载神毕宫最大的拉力接近90千克 远比普通弓弩更为强劲 射程更是超过300米 咱们现在看到的神毕宫是这位武兵器复原专家吴锦刚先生根据史料制作的复原品 那么咱们复原的这把神毕宫能不能达到史料记载的神毕宫的威力呢 咱们先来测试一下相关数据 首先测试的是这把神毕宫的拉力数据 咱们用的是电子拉力传感器 在测试员的努力之下 弦拉开了 拉力有多少呢 仪器上的数值最终定格在了73千克 这个数值比史料记载神毕宫的数值有一点差距 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问题不大 那么射程呢 咱们用激光测速仪 先测算弩箭最初的飞行速度 再来推算它的射程 测试开始 工片工梢的这个重量也加大 就是说它这个造成这个 偷作力呢 对 偷作力 加大 就是每发射一次 就是震的那个 就是这个板子又一样 经过几轮的试射 数据出来了 54.8米每秒 按照推算 这把神毕宫的出速 意味着它的射程应该在200米左右 这里必须实话实说 这个数值出来呢 让我们的测试组陷入了为难之中 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神毕宫的射程超过300米 而咱们复制的这把神毕宫呢 射程差了将近三分之一 它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年神毕宫的真实的威力啊 那么这把有差距的复制品 还能够对付得了冷断甲吗 神毕宫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复制的神毕宫能否成功破解冷断甲的防御 历史上名将众多 为何使用双锤的名将多集中在宋朝 经典团旗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专家复制的神毕宫在拉力和射程上 跟史料记载的神毕宫都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用它来对付冷断甲能行吗 测试组没有底气 但是专家说呀 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 当年宋军的弩宫手 180米开外的命中率是50% 而根据当年战场的实际情况 他们的射击距离可能更短 那么我们这次测试的距离调整到90米 应该可以看出神毕宫的真实威力了 这个我认为是既能够瞄准 又能够展现它的破坏力 也能够展现它的最终威力这么一个距离 那么作为铠甲复原专家 江峰 他怎么看呢 那么传说中的神毕宫 和当年坚不可摧的冷断甲 二者之中最终谁将胜出呢 下面测试正式开始 又靠下了 靠上了 我这瞄的是哪 是右下角 这根在右下角 但是往下 不用往右了 是吧 谢谢 咱们最后一件再试一下 好吧 好 设计完成 咱们来看一看最终情况 用重的几件确实威力是真大 看这个 没有假保护的情况下 这是干脊柱上的 这两件说明这个 确实效果 这个威力是挺强的 你看这个明显要穿身要深 是吧 甲和弓的对碰 倒是撕开了 但是没击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这是对你的最好的一个结果 你看 你看 滑掉的呀 踢到它 打开了 对 但是也还是滑开了 滑开了 还算比较满意吧 因为这个神秘弓呢 就是说也看到它这个威力 所以说后来影响它精确度了吧 但是它这个力度呢 还是比较大 专家说 单弩攻击的力量如此之大 而在当年 无数把这样的弩 向敌军射出箭雨的时候 其攻击效果肯定是更大 史料记载 当年的仙人关之战 正是在无界的指挥之下 宋军利用神秘弓 抗击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最终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 金国人的进攻 最终以惨败告终 仙人关之战 由此也成为了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力之一 好 这是当年宋军利用 关爱防御时 对付金军冷断甲的武器 那么在平地对战 宋军又该怎么对付 重甲护身的铁浮屠呢 喜欢看说越全传的朋友 肯定记得小说里边 那场著名的牛头山之战 说是当年在牛头山下 金国一元大将 手持一对肋骨瓮金腿 正在送迎前叫骂谁呀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国的三太子金蝉子 此时他打败了岳飞帐下的几元大将 不可一世啊 而正在此时 岳家军中冲突一元小将 只见他银盔银甲 手持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 直奔金蝉子而去 此时四锤相碰 一场大战就此展开 当然了 这是小说评书里的一个经典段落 历史上未必有这场决斗 但是呢 岳云确实真有其人 而且他的武器确实也正是双锤 宋史三百六十五卷岳飞传中 就有对岳云的记载 里面说他呀 每一战以手握两铁锤重八十斤 先诸军登城 为什么要说到岳云呢 因为根据史料 双锤 双鞭 或者双剑 正是当年宋军对付金兵铁甲的 另一种有效的武器 刀剑不是砍不动吗 但是用这种重武器来砸 效果却是相当好 不过对于当时的这种武器 到底有多重 专家却有所顾虑 怎么呢 史书上说 岳云的双锤重达八十斤 属于超重量级的兵器了 这种武器抡起来 那造成的打击力杀伤力 那是惊人的 可是一个人 真的能够拿着这么重的兵器 在战场上持续作战吗 为了还原古代战场的真实性 我们请来了一位身体特别健壮 力量特别大的测试者 穿上全套的宋代铠甲 然后使出一对超过八十斤重的双锤 模仿古代作战的样子 结果怎么样 我看一下陷略 现在陷略是150次 增加了90次 就是他本人最大强度的50% 后来几家人的那种 隔壮的动作 他已经坚持不住了 如果用于这个实战 是不行的 这个你倒轮起来的速度 就不够了 对方打过来的时候 你就没法挂挡 没法进步 很显然 记载中八十斤的双锤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那么跃云实际使用的双锤 应该是多重呢 按宋代呢 实际上当时的打击兵器 不止锤一种 但是如果按照 他当时的双手兵器 那么双剑 双剪 双鞭 双锤 那么一般来说呢 都是五到十斤的这个分量就够了 五到十斤 这跟史料上所说的 八十斤相差也太大了吧 这样的分量能够给敌人 造成多大的打击力呢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 测试组重新打造了一对 三千克重的双锤 就是六斤重嘛 现在咱们来看看 五动这对双锤 能够产生多大的威力 经过计算 它的动能应该是在 133.65焦尔 133.65焦尔 大概 焊弩一般是 50焦尔 因为这个动能数不算太大 说实话不算太大 注意了 专家说这样的铁锤 舞动起来 动能好像并不惊人 但是在近身格斗当中 一旦碰到人的身上 尤其是头部 那效果是相当惊人的 您来看 够恐怖吧 当然了有人要说了 古代的士兵都是穿了盔甲的 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好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用这对三千克 六斤重的铁锤 砸向冷断甲 结果怎么样 甲片 脚皮弯了 变形了 正面好像没有 皮霜好像没有 没有 但是这个甲片明显是 好 测试的情况咱们就不再多说了 这里换知差一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名将被出 他们的武器也各不相同 可您注意到没有 史锤 史简 史鞭的名将 唐宋时期最多 像唐朝的李源霸培元庆 秦琼玉石工 宋朝的胡彦卓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军事装备对抗发展的变化 当冷断甲出现 刀剑之类的武器 不能对铁浮屠造成更大的伤害的时候 双锤之类的打击型的武器就开始恢复它的作用 而正是因为这种武器装备的相互制约 也才造成了宋金两军长期平衡的状态 好了 今天关于宋金两军的武器装备的话题 就说到这儿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